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来 吃点东西吧 我还真的饿了 来 都是你爱吃的 都是我先手做的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能不饿吗 太好了 温柔点 一会儿让沐增少爷看到你这副吃相不要你了 看不见的 谁说的 他们签不定沐增少爷一会儿就来了 他今天晚上不会来的 为什么 傻丫头 我只是妾 阿世鱼才是正妻 无论如何 他也应该属于阿世鱼呢 那你怎么办啊 没关系 有你陪着我呢 要不 我偷偷到前院跟沐增少爷说 让他来找你啊 别 今晚他是阿世鱼的 你倒是看得开 要我说啊 还不如 一定是沐增少爷来了 阿世鱼 夫人 你来干什么 阿勒秋 阿世鱼 我就是来找你 沐增 牡坤 牡坤 你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还是在难受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陪着你 永远陪着你 我渴了 茶 我来吧 谁让你到了 太烫了 还温的 你欺人太甚你 别忘了身份 现在我是幕府的正妻 她只是个妾 别说让她给我珍茶端水 就算我把她活活打死 都名正言顺 是吗 可是在慕增少爷心里 阿乐秋姐姐可比你重要多了 在她心里 谁才是正妻啊 阿正 这一不小心把实话说漏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您别往心里去 可事实 而阿乐秋 比侍女高贵不了多少 秋连死了 也不能进穆家的祖坟 祖谱上给你写什么 一个地位连妾室都不如的正妻 真是好笑 阿正够了 别说了 替我脱鞋 洗脚 洗完之后给我全身按一按 怎么啦 怎么了 没听见啊 这是命令 姐 没事 洗干净点 等会我还得回房 牧尊哥哥应该已经在等我了 快点 等什么呢 你可以回房了 没有人等你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新婚之夜 我来找我的妻子 有问题吗 妻 新婚第一夜 你必须留在我的房里 你没权力命令我 你现在可以回房了 婆牧尊哥哥 你不能这么做 你今晚如果留在这儿的话 全幕府都会嘲笑我 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放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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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知道怎么回去 不用我送了吧 莫泽 你不要 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莫泽 你非要这么做吗 小姐 小姐 阿拉丘 你没事吧 你对他太狠了 我本来不想这样 可看到他这么对你 我实在忍不住 这样他真的会恨你的 他爱我还是恨我 我无所谓 少夫人 你们在看什么 别装一副老实笑 想笑就笑啊 我现在就是要回去独守空房 这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多可笑 多么可悲 推下 是 是 小姐 你还好吗 你要想哭就哭出来吧 哭出来心里会舒服一些 我为什么要哭 不 从现在起 沐泽和阿拉丘就都是我的敌人 我不会为敌人流下眼泪的 他们给我的屈辱 我会记得 要不我们回宁州吧 不 我们必须留下 开了序幕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一定会奉陪到底 你刚才不该那样对阿世音 我现在不想听到别人的名字 这里只有我和你 这好像是一场梦 我和你 现在真的走到一起了 简直让人不该相信 我从殉情的时候就知道 我和你会注定在一起 不论生死 这是你送我的那三个字 我把它们临摹在纸上 每天都在不停地看 每次看都会觉得很温暖 我爱你 阿拉丘 你要喜欢听 我会说一辈子 我会永远记住 是经历了多大的艰难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其实这只是开始 将来的路 会更艰难 可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 在这里 我用生命发誓 开始 我会爱阿拉丘一辈子 我会爱你 照顾他 保护他 尊重他 心疼他 陪伴他一辈子 我用生命发誓 我沐泽一辈子 绝不会欺骗阿拉丘 伤害阿拉丘 我想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沐泽 如果你把真相说出来的话 那西河大人必须 你在这世上唯一的情人啊 可是就算现在不说 这个秘密也不会隐瞒一辈子 这个秘密也不会隐瞒一辈子 也不会隐瞒一辈子 可是 可是有原因让你现在不能说 是吗 对不起 我不在乎 等你准备好了 你觉得 可以告诉我了 你再跟我说 我怕到时候 你再也不会抱紧我 那我再加一句誓言 我沐泽 绝对不会生阿拉丘的心 不管他做了什么 欺骗了什么 我的心 永远不会变 我怕到时候 我也发生 绝对绝对 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你 哪怕我死 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傻丫头 你怎么能死 我们要相伴一辈子 一起经历变迁 一起变老 谁也不准先离开 看 主角 驾 驾 紧急战报 判了 伤得不轻啊 怪糟 郡情似乎不可耽搁 在你之前那几个 说的跟你都是同样的话 那幕府为什么还没动静 幕府的人还不知道呢 为什么 那些送报的人呢 他们和你一样 你们太不小心了 到你们越境了 以后不会再有了 你到丽江来干什么 大军已经过境了吗 我马上就走 我来试要告诉你 再帮我们拖延几天 等我军完全控制住 占领的地盘 才能守住幕府的反攻 你们有把握 这次摧毁幕府吗 放心吧 丽江迟早是我们的 我期待这一天许久了 知道我 成亲几天 我听说 你都是留在阿乐丘的房里 是阿始渔告诉你的吧 我是个瘸子 但不是瞎子 我还需要他告诉我吗 我就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反感阿始渔 他怎么了 论身份论地位 他哪一点差呢 他对阿乐丘太苛刻 更何况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他是你的正妻 在我心里 妻子只有一个人 那是一个侍女 他对你来讲就那么重要吗 是 你这么偏袒他 小心 阿始渔会视他为死敌 我会保护阿乐丘的 你不在的时候谁保护他 他只是一个妾 他必须听从阿始渔的摆布 你们要做什么 去 你们干什么 新婚第一夜就给我下马威是吧 你以为这几天一直躲在牧僧身边就没事了 难道他还能保护你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也从来没有针对你做过什么 我也一直劝牧僧到你那边去 那我还应该感谢你了 拿来 你们要干什么 跪下 正方 我有权利对不受管教的妾室打骂 跪下 来人哪 正妻教训妾室 天经地义没人管得了 现在牧僧在老夫人呢 他救不了你 跪下 放开我 打完我之后 希望你能平静下来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地谈谈 你 你 住手 不要 手下留情 阿月拉 你是牧坤的妻子 我这边的家是你没权利管 放手 别以为牧僧不在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 我们家牧僧不在 那牧坤的脾气你也知道 如果我告诉他 你要鞭打阿勒丘 你猜猜 他会不会报复你 你试试 阿世瑜夫人 我们可以做朋友 别得意 我就不信 他们能永远保护你 阿月拉 我听说牧坤夜夜留宿兵营 你还不是和我一样 夜夜独守空房 听说牧坤喜欢的是他牧僧哥的小妾 你们俩的关系 可真够亲密的 走 姐姐 你已经想到梦丢了 道遠 你都会严重 不要 我 你今天 他明明是一顿 不能 你想去你 我 我不能对阿勒丘太好是吗 其实我管不着 但是我想提醒你 不要忘记阿世鱼的身份 她是宁州土之州的女儿 宁州和我们丽江的关系如何 至关重要 您要我做什么 今天晚上 到阿世鱼那儿去过夜 不许冷落她 是 我今晚就聚 小姐 你真漂亮 穆僧少爷冷落你 是她没有眼光 她活该 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你的好 到时候 她肯定会来陪你的 穆僧少爷 不用等 我来了 你下去 是 是 我今晚在你这儿过夜 牟增哥哥 你渴吗 要不要喝水 不用麻烦了 你新婚之夜说的话 我还记得 你非要这么做吗 别逼我恨你 我那是一声气话 不 你说得很好 我劝你还是恨我 怎么 来为阿拉丘报仇的吗 动手吧 你大骗了 你睡吧 牟增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爱的是阿拉丘 娶你是逼于无奈 我知道 这件事情不怪你 一开始我也不讨厌你 可是这些天 你对阿拉丘做的事情 我实在是无法忍受 阿世音 你对阿拉丘做的一切 我都会还给你 今天只是个警告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对了 你 你睡你的觉 我会彻夜看书 不会打扰你 那你干脆别来 那你干脆别来 是奶奶让我来的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牟增 你真的要逼我和你为敌吗 我不行 我只想告诉你 我爱阿拉丘 希望你不要伤害她 如果你愿意和解 和平相处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成为敌人 我不会和她和解 我不会和她同的 愿意和解 愿意和解 学书 牟增 是什么事吗 不清楚 什么事情去了就知道了 我 应该是 阿勒丘还好吧 吴昆 你现在该关心的是阿月拉 她还好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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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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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隆呢 阿爹 阿爹 聚合谷非大事不能敲 有什么事吗 整理衣冠随我迎接圣旨 朱义军的圣旨 当今圣上的名讳 你怎么可开口直呼呢 她是人 我也是人 在权势就未必有我大 闭嘴 二爷 慎言 不是说有圣旨吗 有故意通报 传旨的钦差 刚进立项 人呢 前去迎接 应该很快就到了 不不负嘴 咩这得跟拿儿子 去处 你们真说 我借着张 把闭嘴上 队棚在的 这什么时候 人不是早已经到丽江了吗 闭嘴 可是丽江之主 这么傻蛋 又失尊严 别说了 来了 牧府吐司牧望 恭候钦差大驾 钦差大人 钦差大人 太跋扈了 站住 爹 事可杀不可辱 就算他是钦差 也不能目中无人哪 不得我 都给我进来 老爹 进去吧 我不进去 老爹 你还是进去吧 太跋扈了 我懒得看他的嘴脸 老爹 这钦差太跋扈了 我担心他进去 对吐司大人不敬 你又不在里边看着 关键时候谁扶尊严呢 他敢 我倒要看看他要干什么 牧王 接纸 这圣旨嘛 我也不宣了 里面的字我也认不全 慕王啊 你还是自己拿着看吧 是 慕王 本官问你 你们慕府是想造反吗 大人 我慕府历来 对大明忠心耿耿 这 这话 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 我来问你 边境状况如何 风平浪静 一切如常 风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说风平浪静 境外叛匪斯瓦茨 以率大军犯禁 救急信 已经成到圣上价钱 难道你不知道吗 除非你和叛军联合造反 请上差明察 这 这我确实是不知情啊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反正我也不知道 怎么 说话呀 你们都哑巴了吗 不说话 心虚了是吧 钦差大人 不说话 牧师家族并被造反 牧师已经证明了 这没长毛的小子是谁啊 这是我的长孙 牧增 牧增 你刚才说牧府没有造反 证据呢 您还活着呢 这就是证据 你说什么 牧师若是造反 还多说什么 早将钦差大人一刀砍了 您说呢 既然您还好好地站在这 说明牧师家族并未造反 依旧忠心 这叛匪犯禁的事情 你们牧府怎么会不知道呢 狄军封锁消息 就是要使反监际陷害牧 当今天子 睿智明觉 怎会被此等监际陷害 想必对我牧府 还是信任有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手上的圣旨 应该是让我牧府出兵抗敌的吧 你 圣上问你 何时出兵 别跪这儿了 都起来吧 下官立刻召集兵马 准备祭祀先祖 大军召集完毕即刻发兵 不把敌军赶出边境 绝不归来 是 敢问大人怎么称呼 本官姓谢明天 谢大人 往年圣上传旨丽江 都是张丰张公公传旨 换您来了 云南现在已经是战场 张公公起得轻身犯险 他老人家在四川等候消息呢 那将军官职 本将大名百户是也 大胆 小小百户竟敢如此嚣张 难道是欺我幕府无人吗 是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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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阿爹 他欺人太甚了 二爷 此事不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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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然是朝廷命官 可我们幕府 好像也是太祖预批的世袭之府 同样是朝廷命官吧 我也没说你们家不是 退下 谢大人切莫生气 这样吧 我们幕府出征之前 要祭祖焚香 也算是有趣 请大人一起去看看 你们穆家祭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也好让我做些准备 有些礼物还要托您交给张公 这样啊 也好 那我就稍等片刻 好 即刻准备 祠堂祭祖 二爷 这个姓谢的太不懂规矩了 但是 他毕竟是卿差大臣 你也不能拿刀对着他啊 狗屁 怕死的钦差还在四川呢 他只是个跟班 萧萧的败乎如此猖獗 简直是奇史大辱 是啊 我担心他在祭祖的时候 对咱穆家祖先不敬啊 他敢 他真敢亵渎穆氏先祖 我绝不会饶他性命 是 二爷 您息怒 这次祭祖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吗 战前祭祖又有外人在 爷爷说指南丁去就行了 听说和那个谢天差点打起来 这个谢天太把握了 二叔一时没忍住 还好被人拉住了 要真动手啊 就闯了天大的祸 原来是二爷要动手 怎么了 二爷身边的那个西河 他没有干什么吧 他 没干什么呀 怎么突然问他呀 没什么 就是等会儿祭祖的时候 多盯着二爷 万一那个谢天犯错 千万别让二爷冲动下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放心吧 谢天也不是笨蛋 祭祖这种大事情 怎么敢捣乱 这不等于找死吗 是的 但愿如此 这是给张公公的礼物 哪儿的话 给张公公的礼物 正在准备 回头直接交到您卫队手里 这个是为谢大人接风洗尘的 除此见面 这不太合适吧 小小心翼 不足挂齿 既然盛情难却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那谢大人稍作给张公公的礼物 准备得怎么样啊 等祭祖开始 自然会有人前来请您 穆大人不必客气 您去 您去 谁 谢大人 这是祭祖典礼上 大人要做的步骤 请大人记熟 免得出现误会 这步骤怎么这么与众不同啊 这是目的 记住了 到时候我照做就是了 大人 这纸 穷香僻壤 你想纸当个宝贝 拿去 多谢大人 立念了 我们牧府 我们牧府 有历年来的规矩 要请贵客上头一炷香 知道了 知道了 都准备好了 穆大人 穆大人 我就到战场上 保你必胜 阿爹 这是各方水土 各有不同啊 拿去吧 怎么了 不够 那我再去拿两块 大胆 二爷 来 他是不是疯了 祖灵卫被我牧师子孙 奉为最高圣物 动手碰一下都是死罪 等一下 这 这不是你们牧府的规矩吗 让我 让我 让我选几块给你们带上 保佑必胜啊 谁说的规矩 这 有护卫拿纸条来 上面写的一清二楚啊 纸条呢 纸条 还给他了 那护卫长什么样 没看清楚 胡说八道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阿爹 他亵渎先祖 杀他寄棘 阿爷 不可 这有人给我纸条 这有人给我纸条 阿爹 这人不能杀 赶紧送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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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幕府风云第21集 我 你 带我 他 都 实际上